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Mocksir 今天会和大家说的课题是 能量和温度的上乘 能量是物理学里面 一个非常之重要的核心概念 所以我们在第一个单元的时候 会先花点小时间 去搞清楚能量 到底是什么 我們在日常生活裡經常都會聽到能量這個詞語,但是當科學家說能量的時候,他所指的可能就跟我們日常理解的有少少不同了。 那麼究竟科學家說能量指什麼呢?我通常會介紹兩位科學家給大家認識的,第一個叫做馬克思威,第二個叫做廢萬。 不過馬克思威說的東西是很難的,所以我們暫時先不要理會他,聽一下廢萬說什麼。 那麼如果你走去跟他說,你好啊廢萬,請問能量是什麼呢?他應該會回答這些東西了,他就說,嗯,我也不知道。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,能量是有很多種不同的形態,例如你可能會聽過動能,電能,光能,星能,化學能等等等等。 而不同形態的能量,亦都可以互相轉換的。 例如你初中的時候,應該是試過把燈泡駁到電中的。 你這樣做的時候,電池裡面的化學能就會轉換成電線裡面的電能, 而這個電能又會再轉換成燈泡發出的光能和熱能。 而有一件事你是需要注意的,就是沒有人是能夠製造能量,也都沒有人是能夠將能量消滅的。 所以如果有人問你能量是什麼來的,而你不會回答,那你不用怕,因為廢萬都不會回答。 但是你需要知道能量是有以下這三個特性的。 第一,能量是有很多種不同的形態的。 第二,不同形態的能量是可以互相轉換的。 第三,能量是沒有辦法製造出來,也都沒有辦法將它消滅的。 最後這句對我們接下來要說的東西是很重要的。 它是有一個名字的,叫做能量守行定律。 那你會問,能量不能夠製造出來,也都不能夠消滅,那又怎樣呢? 原來當一個物體的能量變多的時候,根據能量守行定律,能量是不能夠製造出來的。 所以如果它多了能量,就一定是有能量從其他地方流進去這個物體裡面。 反過來,如果一個物體的能量變少了的話,根據能量守行定律,能量是不能夠消滅的。 所以就代表這個物體一定是有能量流走去其他地方。 而這個能量的流動,就是我們接下來最有興趣去探討的東西。 我先介紹一個詞語,它叫做能量轉移。 很簡單的,其實就是有能量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。 能量轉移可以分成兩個大類別的。 第一類叫做熱傳遞,或者我們簡稱叫做熱。 第二類叫做機械工,或者簡稱叫做工。 我遲些才教你什麼叫做機械工。 我們現在先會集中看看什麼叫做熱傳遞。 熱傳遞是什麼呢? 基本的情況就是這樣的。 當你把一個熱的物體和一個冷的物體放在一起的時候, 就會有能量從熱的物體轉移到冷的物體。 這一種的能量轉移的過程就叫做熱傳遞。 我們慢動作仔細一點去看看這個過程是怎樣。 首先我們要有一個方法去描述什麼叫做熱,什麼叫做冷。 其實這個方法你已經懂了,就是去講出一個物體的溫度。 如果我們說一個物體很熱,即是說它的溫度很高。 如果我們說一個物體很冷,即是說它的溫度很低。 而溫度有一個常用的單位就是攝氏度。 又是一樣你已經懂的東西來的。 例如水在0度的時候可以變成冰。 水在100度的時候可以變成水晶器。 人體的溫度大約是37度。 香港夏天的溫度大約是30多度。 冬天的溫度是10多度。 那溫度和能量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? 就是這樣的。 溫度越高的物體就越容易流失能量。 而溫度越低的物體就越容易吸收能量。 所以當一個高溫的物體和一個低溫的物體放在一起的時候, 能量就會由高溫的物體轉移到低溫的物體。 在這裡有一件事你要留意的就是, 當一個物體流失能量的時候會變冷。 而當一個物體吸收能量的時候會變熱。 所以原本熱的會慢慢變冷。 而原本冷的會慢慢變熱。 這樣的結果就是這兩個物體的溫度會越來越接近。 而當兩個物體的溫度變成一樣的時候, 熱傳遞就會停止。 這就是熱傳遞的基本過程。 在這裡也順便提一提, 熱這個字可以有兩個不同的意思。 第一個意思是, 如果你說一個物體很熱的話, 即是說它的溫度很高。 而第二個意思就是, 熱傳遞, 即是說有些熱傳遞。 所以原來熱這個字同時也可以指, 在這個過程中流動的那些能量。 所以不要搞錯了, 同一個字兩個不同的意思。 一個是說它有多高的溫度, 第二就是說流動的那些能量。 好了, 今次就說到這裡。 下一次我們會繼續說熱傳遞, 以及會計算少少數。 不要聽完就當自己認識了, 記得回家一定要做練習。 下次再說吧, 拜拜! 阿Sir阿Sir, 剛剛開始的時候, 你不是推開了一個人嗎? 呃... 可以我們就先說什麼東西嗎? 哦, 是啊。 他是說什麼的? 哦, 馬克時威他寫了一本書叫做熱力倫, 那本書裡面就很有系統的整合了他之前的科學家對溫度, 熱傳遞, 運動, 機械工等等的研究。 然後他就解釋了科學家是怎樣從熱傳遞和機械工這兩個概念, 就發明了能量這個概念的。 那他本書裡面就是這樣說的, 就說發明能量這個概念呢, 是為了to express the quantity of work that our body can do, 換句話說, 就是一個物體有多少能量, 就是等於那個物體能夠做多少機械工。 但是呢, 我就還未教你什麼叫機械工, 所以現在我也很難解釋給你聽他在說什麼。 哦, 欸, 那真的挺難啊! 是啊, 很難的。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? 沒有的話, 就記住做功課吧! 拜拜!